据路透社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15号在社交平台宣布,俄军已突破乌克兰东部卢干斯克地区前线的两道防线,并逼退了乌军。 乌军在俄军进攻的过程中撤退到距离之前占领防线最远的三公里外。 不过,乌方反驳了撤军的说法,表示击退了俄军在卢干斯克的部分袭击,但承认前线战况困难,敦促西方盟国加快军事援助进程。 而北约在布鲁塞尔召开北约防长会议,主题之一就是动员成员国,勒紧布腰带,再接再厉给乌克兰送装备,争取在春季战机到来之际先发制人。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上承诺,虽然北约成员国不会卷入乌克兰冲突,但不管战争打多久,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。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·腾贝格更是要求乌克兰和北约军援两头抓。 一方面敦促北约各国加紧运送军备,一方面敦促乌克兰继续战斗。 他在当日的简报会上表示,北约欢迎乌克兰加入,但条件是,乌克兰要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。 没成想,丹麦和荷兰率先打了退堂股。 德国世界报报道,丹麦和荷兰政府表示,将不参与向乌克兰交付鲍2主战坦克。 德国防长鲍里斯·皮斯托留斯在北约防长会上就表示, 德丹和原乌鲍式坦克联盟仅能向乌克兰提供半个营30辆的鲍2A6坦克。 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临近一周年之际,欧盟再次向俄罗斯出手,与挥动第10轮制裁大棒。 15日,欧盟27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,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相关工业产品和军民两用产品。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,这可能会导致俄罗斯损失110亿欧元。 欧盟这次不仅想让俄罗斯损失超过百亿欧元,还首次将伊朗实体列入制裁名单。 同日,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·赫什指责美国的主要媒体和政府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大肆掩盖。 他说,自己就美国政府策划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文章,发表一周以来,并未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,并且明显遭到刻意的忽视。 对此,意大利媒体人士吉尔贝托·特隆贝塔表示,赫什的报道具有相当可信度,无论北溪管道被破坏的真相如何,可以肯定的是,唯一受益的是美国。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,美国为了阻碍德国成长为独立自主的地区力量,并领导欧洲,故意对北溪天然气管道实施了破坏。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·杨斯基15号,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,俄罗斯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请,要求在2月22号召开特别会议,讨论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事件。